荣耀发财快报 打仙什么都知道 前几日的快报中 我们推荐了中路和打野位置上的 貂蟬流位来上分 今天就继续在对抗路和游走位 给大家把把关 不管版本怎么变化 对抗路啊 永远是创造奇异的地方 赛季初加强过的杨姐 胜率一直稳定在前几名 然而前期12-2 后期14-8的尴尬问题 还是没有太大变化 今天我就推荐一个 冰穷流啊 玩法来缓解这一处境 迷魂上选择10狩猎 10阴眼7速命3易变 出面啊 刚好16.6的攻速档位 出窗上选择抵抗鞋 暗影战斧 冰痕之沃 勇夜或者魔女 纯净苍穹 最后一架出破军还是反甲 视情况而定 那召唤之技能方面啊 断杀对线萌 闪现上限高 看个人习惯就好了 这样的出窗有35%的冷却 冰痕提供黏人能力 纯净苍穹就是为了后期做打算 像这一步啊 我一个一型的冲到人队里面 苍穹以太 从容3A3A3A 打满伤害血也不会掉多少 还能帮助队友开团打赢团战 大招CT10秒一个 就算残血了 马上就能回来 对于杨减这种有回血的英雄来讲啊 免伤属性显得尤为重要 后期3秒的30%免伤 足够他打出成吨伤害 冷却缩减 生命值 物攻也是非常重要的属性 纯品苍穹可以说是杨减的神装了 你说不出波军没有伤害 然而杨减如今缺的并不是伤害 而是后期入场的存活率 除了纯净显虫啊 就有了开场的勇气和进场的底气 像这里啊 大半血的脆皮 我一技能标记到 二技能一刀平A直接带走 伤害是真的不缺 与其继续对攻击力 不如纯净显虫给自己来点容错率 杨减的一些使用技巧 我们在之前的快报里也提到过 学了就拿出来上分吧 那说完对抗路啊 我们再来谈谈辅助 最近在游走位置上 出现了很多张良 莫子辅助 KPL上也是多次出现过 张良辅助不必多说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莫子 莫子比张良啊 强在有自保能力 打控制之余还能充当远程POG 二技能末端是一个AOE控制 实际范围比此之际团得多 可以利用这一点啊 瞄准旁边的小兵来打到敌方英雄 那弹到中间则不行 只能用末端打侧向炮 为了不断使用技能 莫子辅助自然是冷却鞋加圣杯起步 名文石条和石心眼石梦炎 由于莫子二技能留下的弹坑也能触发黄刀的被动 最近还出现了一种啊 黄刀莫子辅助的打法 一级上线马上惩戒掉低格兵 帮中路抢二 随后啊跟队友入侵野区 像这里啊我一级就反了个buff 之后buff一刷新就入侵 对面打野啊直接形态爆炸 不过这种玩法最好是和队友沟通好 不要一意孤行去送死 那既然出了黄刀 那么CT鞋和圣杯啊之后就面具了 狂变了双重掉血能让莫子的消耗能力最大化 被看出黄刀圣杯面具的情况下 二技能一炮下去啊 脆皮在弹坑里啊稍微多停了一下 就掉了1%血 大后期挨一下就得回家 那其余装备啊怎么工具人怎么来 有回复类英雄啊就出墨炎 冰杖让控制更加恶心 想补伤害就回想或者法穿 如果拖到大后期 那就直接使用一般中路的出装 把自己当第二个法师来打 肉装就不太推荐出了 因为选择了莫子辅助就主要是打消耗控制 缺前排选张飞牛魔头不香吗 可苦玩个莫子出肉呢 最多出一个十字语言称双抗就足够了 不过这一打法没有闪现 开团能力属实是弱了不少 队伍主打入侵不缺开盘可以试一试 一般情况下还是老老实实闪现进化吧 这时候面具的优先级也就不算太高了 一个anemy为果输的小手乐留言 高考出来被采访记得说一句 别缺理性了 还有一位先友在下面评论瞎说 明明是给虎牙六分发点个关注 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 谢谢大家的后爱了 在这里我也祝大家高考能有个好成绩 这样我就会觉得 每当你们学习累了困了饿了的时候 是我在疯狂的往里这里塞水道 如今你们若是都考了一个好成绩 那我这精湛的厨艺还是有点功劳了吧 想想就觉得还是很骄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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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